1999年,A-Level 35 條 它是兩個Straight Parallel Conducting Wire P和Q Position as own The same current flowing through both wire Is direct into the paper 這樣置入去 Point A和Point B ABC就是這兩套電線的其中一點 那便問你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s correct? 第一個Lematic Field String C C是否大於A C是否大於A 如果您看下去 其實我會說是 很直接好像是 但是 做些問題也好 最重要的策略 就是先畫了Field 它的方法是怎樣 我覺得這是最安全最安全的做法 任由你覺得難也好 方法也好 請你畫出裡面的Field是怎樣 P的Field 就是這樣 我畫了出來 就是這樣 這個圓形 如果我這樣轉 就是這樣轉 的話 P 就應該是 如果是 Into Paper 就應該是這樣轉 這樣轉的話 就應該是 好像 黑色白色的 這樣轉 所以 去到這個位置 就是指上去 而 Q的這個位置 其實 我當紅色筆做 又畫一個圓形 它是 變圖的Paper 變圖的Paper 這樣的話 就是指上去 剛剛好 這兩個的箭嘴 其實這兩個Field 會互相遞消 所以 原來這個Field B 竟然是0 所以 我們 看看A A 一樣 又畫了一個箭嘴 畫了一個箭嘴 它就是 指向 圓圓的Tangent 就是這樣 OK 那麼 紅色 就是這樣 它就畫上面 這兩個 合起來之後 其實是打橫 對 它就是 打橫 來的 所以 其實 如果是這樣的話 A B分是0 C C B分是0 A 所以這個就是錯的 如果這個錯的話 答案很簡單 A B的方向是一樣的 其實是 如果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 A 都會 斜在上面 B 就斜在下面 對 斜在下面 所以 黑色也是打橫 但我想看看 因為我這裡畫得 真的 畫得 不太清楚 A 這兩個箭嘴的斜方 是不一樣的 B 這兩個箭嘴的斜方 是不一樣的 對 你就要清楚 這兩個箭嘴的斜方 是不一樣的 對 那 甚至 如果我畫得清楚 的話 嗯 在它的角度來說 對 對 在角度來說 對 對 對 這個角 這個角 是大一點的 如果這個角 例如 這個 FETA 2 的話 其實 應該是 FETA 2 就大於 FETA 1 對 FETA 2 大於FETA 1 OK 你要小心 但是 它們兩個 基本心法都可以打橫 對的 第三個 當Current 增大 B 會否增大 當然會 因為 這個是 B FETA 2 這個 就是 Mu Log i 2 R 如果 半徑是 R Cos FETA 2 又是 Mu Log i 2 Cos FETA 2 因為 這個是 P 比 B 這個 所以 答案 就會是 Doc